好吧 我知道我今天无法说服你 我只想告诉你的事 你可以不听我们的意见 一天到晚依然是夜夜声歌纸醉金迷 只是希望在真正到了某一天的时候 当你真正感觉到你沦落了 或者你孤独你伤心的时候 记住千万不要来找男嘉宾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夜夜声歌纸醉金迷 又是什么样的人痴迷于这种迷烂的生活 而又不知悔改 就算是一向毒蛇的徒类徒老师都无法说服 这样的人究竟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展现在我们面前呢 没错 眼前这位穿着性感的女生 就是我们要说的主角 女生小时候23岁 是一位公司的助理 平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去夜店 之所以这样其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是小周喜欢这种荒淫无度的生活 因为这种生活会给他带来快乐和满足 而第二点则是贪图小便宜 正如他自己所说 去夜店的女生从来都不用自己消费 那些贪图美色的男人会提前准备好这一切 甚至还有车接车送的待遇 也正是因此 以上这两点加起来使小周沉迷于其中 几乎是夜夜声歌每天都是如此 自然也就成了夜店里的一位常客 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但问题是 作为男友的小颜受不了了 说来也巧 男生小颜和这个女生的相识就是在夜店 当时是小颜和朋友赌球输了受到惩罚 要求小颜身上挂着个牌子 并写上无聊 求搭讪字样 于是小颜就来到了夜店接受惩罚 不曾想恰巧被小周看到 于是乎小周就上前搭讪 就这样两人便开始了这段恋爱 但之后小颜发现 女友并不是偶尔去夜店的那种人 而是夜夜生交 夜店里的人不管是服务人员还是客人 几乎都认识自己的女朋友 俨然成了这里的常客 所以小颜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找了个夜店女当女朋友 不过小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还是想多劝劝女友 少去那种地方 可女友小周却不以为然 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多大点事啊 什么叫事 我问你 天天晚上不回家 那也不叫事是吧 不回家那我也没去别的地方 那我问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那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没听见 你我还不知道吗 你是个手机控 手机24小时都不离开事 打电话都听不着吗 事实上小颜对女友的行为没少操心 而这种操心对于小周来说就是多余的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那都是经常事 言外之意就是小周根本就不在乎男友的感受 去夜店已经成了小周的一种习惯 而这种恶习作为男友的小颜根本就阻止不了 如果说的太狠两人就会吵架 说的太轻又不起作用 所以小颜面对这种情况可谓是敢怒不敢言 但也正是因为男友的敢怒不敢言 小周变得越来越放肆 竟欺骗男友和夜店里的异性朋友在游泳馆里玩起了鸳鸯戏水 就是这种糜烂的生活 让小周结识了许多狐朋狗友 大多数都是那些不务正业的渣男 因此小周也成了这群人当中的香饱饱 每次回家都有男人亲自送的 并且每次还都是不同的人 但更令人气愤的是 小周的所作所为从不避嫌 每当男友问起送他回家的男人是谁时 小周都会置之不理 就当男友不存在一样 并且还明目张胆地在男友面前耀武扬威 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长得漂亮 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待遇 真可谓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就是这个不知羞耻的万人 明确把小颜给迷惑住了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小颜就是不肯放弃 依然幻想着女友能改头换面 从心做人 但我想说的是 这种幼稚的想法实在是可笑至极 也为这种女人从本质上就有问题 思想更是极为偏见 所以仅凭一个傻小子 怎么可能改变这一切 就拿去夜场这件事来说 对于一个正常思维的女性角度来讲 我估计一般人都会觉得 这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 但换作小周就不一样了 她是这么认为的 有女生去夜场花钱的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又不买门票 开卡什么的 酒摆好了 人去就行了 就是有一些那个 开车送的男人在那等好了是吧 是啊 还开车接我呢 打车钱都不要 这番话真的让人惊掉了下巴 不仅没有一点羞耻感 反倒引以为傲 就连台下的观众都在议论纷纷 怎么能有这种不知羞耻之人 然而 就是这种人却嫌弃男友不咋地 觉得男友不如夜店里的男人有钱 没车没房没存款 在小周眼里 这种三无产品 除了他是本分以外 就没有让他心动的地方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嫌弃男友没实力 为啥还要选择他呢 夜店里的男人和小颜 又有什么区别之分呢 这些问题小周是这么回答的 要是这么来看 小周还算是个名势里的人 知道男友的他是本分 比那些渣男强百倍 但问题是 明知道夜店里的男人 有了今天没明天 为啥还要和那些人 夜夜声歌指醉金迷呢 所以说这种事 我们就不好说了 我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例如主持人的这番问话 和台下观众对他的耻笑 就足以证明 别人是怎么看待这种事的 所以说嘛 小周的行为不用多说 俨然成为老师们 批评教育的对象 首当其冲的就是陆琪老师 像她这样的姑娘 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说 她是好女人讨厌她 坏女人讨厌她 好男人讨厌她 只有一种人喜欢她 就是浪荡的坏男人喜欢她 自以为生活很充实 其实是虚度年华 自以为把男朋友跟朋友 界限分得很清楚 其实根本就毫无下限 嘴上振振有词啊 全是她的道路 但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人 是最有道理的 什么时候都谈到 就是自私的人 以前我们都说 图老师 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 但这次陆琪老师 也同样说到了点子上 没错 这就是自私 自私的人 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知道自己享受 自私的人 从来都是振振有词 哪怕是自己没理 也要争夺三分 所以 这种人不受人待见 也是理所应当 然而 面对老师的批评教育 不知悔改的小周 当然不能接受别人说的自私 当场做出了反驳 什么事 首先的立场就是 我是对的 这年头还有不对自己好的人吗 那不傻子吗 就你最聪明 但最后吃大亏的就是你 自以为上夜店 不用花钱占了便宜 自以为车接车送省钱又省时 其实这都是贪笑便宜吃大亏 因为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毫无意义 甚至会因此而失去尊严 失去真爱 如果说长辞以往的这样下去 那么吃亏的必定是自己 所以这不叫聪明 这叫啥 那些男人可以请你喝酒 你也知道 有了今天没明天 可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也是这么想你的哟 他们想我 这跟我没关系 对啊 所以说你想吧 我又不会跟他发生什么 所以说你想吧 今天没明天 明天谁也不认识 我回家了 明天说不定 你觉得你赚了很多的便宜是吗 看来这个姑娘是无可救药了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 没有一点羞耻心 难道他不想想自己的将来 难道就不想想男友的感受 长辞以往的出入这种场合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 谁又会真心实意 爱这样的女人呢 或许只有那些 过了今天没明天的人 才会喜欢这种女人吧 总而言之 小周根本没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也不知道珍惜眼前人 老师们的话 在他看来都是无稽之谈 但无论怎么样 道理是要讲的 此刻 土老师义正言辞的对女生 讲出了真理 你太不珍惜了 苏东坡说 清风明月 取之不及 事项最珍贵的东西 都是免费 空气是免费 清风明月是免费的 爱情也是免费的 但我们就是不容易珍惜 这些免费的东西 往往免费的东西 才是最珍贵的 这个道理 我相信很多人都能体会得到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偏偏这位女生 不听劝告 反倒是理直气壮 抹杀土老师 所讲的真理 谁说这爱情是免费 没钱能活吗 对 你说的没事 有一种爱情 那不是免费的 那是奸情 真正的爱情 都是免费的 赞同此理的鼓掌 真理就是真理 这点无法反驳 可这个无知的姑娘 却体会不到这里面的含义 永远不懂什么是真爱 在她看来 那些荒淫无度的生活 才是自己想要的 而真正爱她的人 却被她当做垃圾一样 随意丢弃 就这种固执 且又不知悔改的人 徒老师 也是拿她无可奈何 只能最后留下一句话 好自为之吧 好吧 我知道我今天无法说服你 我只想告诉你的事 你可以不听我们的意见 一天到晚 依然是夜夜声歌 纸醉精明 只是希望 在真正到了某一天的时候 当你真正感觉到 你沦落了 或者你孤独 你伤心的时候 记住 千万不要来找男嘉宾 不要来害他 就这样 面对图老师的警告 小周依然显得毫不在意 因为他根本就不爱这个男生 也从没在乎过 至于自己那荒淫无度的生活 小周依然选择继续 所以老师们的话 对于小周来说 几乎就是对牛弹琴 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 但我想说的是 既然如此 那就随他去吧 最后 结果也可想而知 两人都选择了离开 但不得不恭喜这个小伙子 也为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另外对于姑娘来说 希望她回去以后 能回想一下老师们 对他说过的话 因为随着自身的成长 和时间的流逝 我相信 这个女生早晚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代价 终究会有后悔那天 那么事已至此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文明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